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一种表情诠释多种情绪的禁欲高冷古装男主角们后,阮晶天所诠释的《长孙无极》,开启了心理想啥脸上有啥的相对活泼式古偶男主的新篇章,阮晶天男模出道的阮晶天,并非表演科班出身,一路从MV到偶像剧,再到电影,诠释实件中总结演技,再经历侯孝贤纽承泽等著名导演调教,表演上已有自己的一套方法, 《蒙甲中的和尚》、《军中乐园中的小宝》、《刺客聂眼娘》中的夏静、《暴走神探》中的范如一等人物,都被他塑造得颇有亮点,然而在接到扶摇后,从未演过古装剧的《阮晶天》,几乎颠覆之前,他所有的影视表演经验,从零开始,一方面是六十多集的剧本篇幅, 让习惯准备阶段,熟悉整个剧本的他很是头疼,我看到后面的戏,前面的一些内容,我就记得没那么清楚了,你反反复复地回头找,再往下看,再回头找,还是一样的效果, 如果我还按以前的方法看剧本,我根本没办法记住所有的东西,另一方面是人物的复杂性,有走在权力绝逐,家国大义,而女情长中的长孙无极,在《阮晶天》看来,具备太多的面相,太多的伪装,人物一度复杂到我头疼,再来则是大量的动作戏,不仅动作戏的场数多,导演的要求也高,打得漂亮还不够, 要打出人物间的情感互动,扶摇中,阮晶天饰演长孙无极,面对挑战,阮晶天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式,关于剧本和人物,抓住人物的性格跟原则,有什么事是人物一定会做的,一定会选择的,有什么事显示人物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,抓住这些就抓住了人物,关于动作戏,他在拍摄中请教导演,请教前辈, 请教有许多古装剧经验的杨幂,对于扶摇中的长孙无极,他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认知,在一开始接触时,我就跟导演他们聊,我希望不要把这个人物拍成一个神,他是个普通的人而已,但一个强大如神的普通人,如此矛盾的角色,要如何表现呢? 软晶天觉得,要表现他的难,爱情的为难,刑查他错一步变弯节不复的艰难,面对强大对手赢得辛苦的困难,他对强大的定义有些与众不同,就像一支球队,我们不被吹灰之力就打败对手,那可能是对手不怎么强,我们也不怎么强,但如果我们打得很艰难,然而最后还是我们赢了, 那代表我们比最厉害的对手还要厉害一点点,那我们真的很强,你说这个定义听来天真烂漫吧,但又有几分让人热血沸腾的力量,三十多岁的软晶天,依然有着少年般的坦率和元气,再,你看来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?好演员就是真诚,真诚面对自己每一次表演,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好演员,对话。